您看这康熙皇帝传位呀 王大了说是整个大清国的国士 王小了说呀 其实就是人家爱勋角罗的家务士 所以咱们从家庭观念的角度论呢 这龙和多在这宣读遗诏 没毛病 欢迎您来到咱们的书馆 今天呀 咱们接着聊康熙皇帝驾崩前后那点的事 本来呀 我的计划是今天咱们要好好掰着掰着 这康熙皇帝遗诏的事 可是我一想啊 不对 在说这个遗诏之前呀 咱们应该先把这个人交代清楚了 这个人是谁呀 这位呀 就是在康熙61年11月13日的凌晨 读遗诏的那个人 对喽 您说对了 这个人呢 他就是时任大清国经师 提督九门 布军寻补五营统领 兼李帆院尚书 康熙皇帝的亲小舅子龙科多 很多好朋友啊 都挺纳闷的 他有人就问了 说这龙科多是什么人 什么官 大清国呀 在康熙驾崩的时候 这上呢 有内阁大臣大学士 下呢 有六部尚书 怎么宣读遗诏 这么重要的事 就轮到了龙科多呢 这龙科多呀 他大不济 也就是个九门提督 礼藝返院的尚书 也就是说呀 他只负责京城的治安防御 外藩进贡来朝的部分事宜 怎么 在康熙皇帝宣布 皇位继承人这么重要的时刻 除了众家皇子之外 那咋就单门的多了这么一个龙科多呢 在别人的书里呀 怎么解释这件事情啊 我不知道 可是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 我觉得呀 这龙科多 对老皇上以及众位皇子而言 那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人物 并且呀 我有证据证明 这老皇上啊 在清醒的时候 哎 也可以说呀 在很多年以前 就已经算计到了 在宣读遗诏 这一刻也应该有龙科多在场 并且我还认为 当年呀 在畅春园宣读遗诏的时候 清晰书屋的这个大殿里呀 除了有印旨印佑印寺 印堂印鹅 印桃印祥 这几位皇子之外呀 对了 再加上一个龙科多 这屋子里呀 肯定有其他人 那伺候的宫女 太监就自不用说了 我觉得这内阁大臣 和礼部官员呀 肯定还有人在场 只不过呢 在圣祖实录 适踪实录当中 以及呀 这两位皇帝的起居住 和清师稿里呀 认为其他的一些人呢 都无关紧要 所以就没写 您呐换个思维考虑 您就能想通了 它关键是啊 不是什么人都能写进皇家档案 或是啊 在史书当中提到名字的 您说对不对呀 这史记当中啊 秦皇出游 路边看热的的人啊 多了 为什么只提及了 项羽 刘邦 还有张良呢 哎 这么一来呀 这件事啊 就好理解多了 那么这龙科多 它到底有多重要呢 哎 您听我呀 慢慢给您掰着 这龙科多呀 那可是康熙皇帝的小舅子 有人说这皇上小舅子 他不出席呀 这皇帝嘛 三宫六院 七十二偏非 围在他身边的女人多了 那尤其是康熙皇帝 那媳妇多了 那小舅子肯定就多 哎 这个龙科多 这个小舅子 他可不一样 他是嫡小舅子 也就是说呀 是正宫国母皇娘 皇后娘娘的兄弟 我想啊 这台杠子 那很快又会跳出来 他们说呀 那不对呀 这皇上的正规小舅子 哎 也就是说呀 正宫国母皇娘的兄弟 那也多了去了 因为这康熙皇帝呀 正经册封的皇后啊 就有三位 孝成人皇后 贺舍礼氏 孝昭人皇后 扭不禄氏 这最后一位呀 才是这龙科多的姐姐 孝仪人皇后 同家室 那么要是非得挑一个 这乾隆皇帝的亲小舅子 那为什么不是 其他两位皇后的弟弟呢 您可是别着急 听我慢慢给您说 您瞧啊 这孝成人皇后 贺舍礼氏 那跟康熙老佛爷呀 是抓就是夫妻 也就是说呀 是元后第一任皇后 无论是史书上记载呀 或者是民间传说 那大伙都知道 这贺舍礼氏皇后啊 是和这康熙皇帝 感情最为深厚的 可您别忘了 这贺舍礼氏的掌门人索徒 在康熙四十二年的九月啊 就被康熙皇帝下旨赐死了 也就是说呀 这贺舍礼氏一门 全吃了这索徒的瓜落 哎 坏了事 所以说呢 不要再只从这门里啊 出了一个受这个 康熙皇帝信任的小舅子了 放下他们不说呀 咱们再说说这孝昭人皇后一门 哎 也就是这个扭咕炉事 要说这门啊 就更让人失望了 老当家的鄂贝隆 早在康熙皇帝 至情敖拜 那会儿啊 就失了圣心了 好在啊 那会儿这康熙皇帝 还年轻 不得会记仇 这孝昭人皇后的弟弟们啊 在这朝里混的 还算不错 尤其啊 是这么个人 谁呀 纽葫芦 鄂灵鄂 他是啊 这鄂贝隆的七儿子 也就是啊 这孝昭人皇后的七兄弟 这小舅子 深得康熙皇帝的信任 虽然在晚年啊 他是个彻头彻尾的八爷党 但是啊 他隐藏的挺深 这康熙皇帝啊 并没看出来 老皇上啊 就曾经表扬过他 凡一切军机奏义 无不恰合上心 一时大臣无有出其佑者 康熙老皇的意思就是说呀 这小舅子干的活啊 我都满意 都符合我心思 哎 这所有大臣当中啊 没一个能跟他比得上的 您瞧 这不是好事吗 要是他还活着呀 我觉得这个龙和多呀 能不能被这康熙皇帝 如此重用啊 都另说着 哎 他即便说这康熙皇帝 仍然重用龙和多 不过呢 在这个康熙六十一年 十一月十三这天的凌晨啊 这主持皇上他们家 分家仪式的舅舅啊 那惹定他不是龙和多 哎 保不齐啊 就是这阿灵阿 可是这阿灵阿 他寿数不行 康熙五十五年啊 尿息了 死了 这阿灵阿身上他有故事 哎 咱们哪天得机会得细讲 不过呀 不在咱们这个系列里 咱们讲到这大清十二帝啊 外戚的时候 咱们再细聊 既然咱们把这话说到这了 大伙也都明白了 之所以这龙和多 宣都遗少啊 那跟咱们这个东亚民族啊 还有母系遗风 这舅舅啊 在家庭事务上啊 还有一定的话语前有很大的关系 我说这话 您不信的 您就回家问问老人家 要是祖上还留下过分家单呢 那上边这忠人一栏里边 写的肯定是舅舅 您看这康熙皇帝传位呀 王大了 说是整个大清国的国士 望小了 说呀 其实就是人家爱寻角落的家务事 所以咱们从家庭观念的角度论呢 这龙和多在这宣读遗诏 没毛病 刚才咱们提到阿灵阿的时候 咱们说呀 如果他要是还活着呀 也是保不齐 他来宣读遗诏 为什么咱们不肯定的说呢 因为说这阿灵阿呀 他是个八爷党 自康熙52年开始 这康熙皇帝 心里到底选没选定 谁是皇位接班人呢 这不好说 但是有一点我可以肯定 这康熙老皇帝 心里就已然决定了 这绝不能让印寺继承皇位 您忘了在康熙52年的时候 这康熙皇帝说的那句话吗 自此 朕与印寺 父子知情决疑 所以说呀 一定啊 要是挑个小舅子来宣读翻家单 他也不一定挑一个八爷党的小舅子 关于这一点啊 我还有一条证据 您看在康熙50年的时候 这龙和多呀 接替了托和齐 成为了这大清朝京师的九门提督 也就是从这一刻起啊 这康熙皇帝把自己的身家安全呀 托付给了龙和多这个小舅子 这当然是皇上绝对信任龙和多的表现呀 他为什么这么信任 一定要选择龙和多 保护他的安全 做这个九门提督呢 因为他知道 这龙和多在康熙49年以后 诸皇子夺敌的党争当中 谁的队也没站 要说起来 这龙和多的老子 同国为康熙皇帝的老丈人 那可是不折不扣的八爷党 最为难得的是啊 这龙和多竟然没和他爹一块哄 在谁来做皇位接班人的这件事情上啊 不站队 不表态 完全站在皇上的一边 所以说呀 在康熙59年的时候 这康熙皇帝认为 这龙和多呀 是一个可以托付大事的人 可是真的有了那么一天 老皇上不行了 让这龙和多呀 来宣都遗诏 这九门提督的官职啊 似乎是小了一点 所以说这老皇上 为了顶起龙和多的身份 就在康熙59年的时候 下了一道旨意 生了这个小舅子的棍儿 龙和多任礼藩院上书 仍熟理不均同龄 也就是说呀 这会儿的龙和多 不但管着京师的治安防卫 还有啊 上书之职 一下子呀 从正二品 就升到了从一品 成了这朝廷里的一品大员 让他来宣都遗诏啊 这身份是完全可以的了 不但是皇子们的舅舅 还是这朝廷里的一品大员 这就是我对这 名不见经传的龙和多 为什么会出现在 宣读遗诏的重要场合的解释 您要是有不同意见呀 完全可以站出来留言区就喷 我这儿还学习了呢 得嘞 我先谢谢您 得嘞 今儿天不早了 咱们呀 明儿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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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